洋洋洒洒的一部水浒传 主要是以北宋时期的梁山农民起义为主线 揭示了封建压迫下官兵民返的一种历史必然 全书除了对于大量男性人物的刻画外 对于少数几个女性人物也琢磨较多 可惜基本都是一些问题妇女 一、不守妇道姓 主要的代表人物有潘金莲、严波熙、潘巧云 娇秀、白球英、甲氏等人 二、搬弄式飞行 主要的代表人物有王婆、李大娘、刘高七、严波等人 三、凶残粗暴性 主要的代表人物有顾大嫂、孙二娘、段三娘等人 今天怡泰挑选了其中最有名气 也最具代表性的一个女性来进行讲述 她就是潘金莲 通过《水浒传》和金平梅两部小说 对潘金莲人物形象的再塑造 使她成为了世人心中不折不扣的淫妇 不过怡泰认为 潘金莲似乎也不能成为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淫妇 她的人物形象是复杂多变的 存在被人同情之处 潘金莲出生七苦 自幼就被父母卖给了当地的父户 张地主家做丫鬟 因为相貌出众和品行贤良 她遭到了无休无止的骚扰 张地主在多次猥胁不承的情况下 提出要将她纳为小妾 但却被潘金莲言此拒绝 在万般无奈之下 潘金莲只得将自事 告知主母张夫人 以寻求得到庇护 结果此举彻底激怒了张地主 虽将她报复性地嫁给了五大郎 这个又矮又错之人为妻 潘金莲尽管心有不甘 但为了有尊严地逃离张家 她还是同意了这门亲事 婚后 潘金莲基本进到了自己做妻子的本分 默默扶持着五大郎 在阳谷县买吹饼 两人虽然谈不上情色和谐 倒也相恶无事 关于潘金莲的外貌 在《水浒传》第24国中这样描写 梅似初春柳叶 常寒着雨恨云愁 脸如三春桃花 暗藏着风情月异 仙妖婀娜拘束的艳蓝英龙 潘口轻盈勾引的疯狂叠乱 月貌妖娆花节雨 风容窈窕 雨生香 古语有言 匹夫无罪 怀避其罪 潘金莲因为自身容貌靓丽 又一次被别人打上了这个主意 而这个别人就是他的邻居王婆 眼见五大郎懦弱丑陋 而他的娇气潘金莲 却生得花容月貌 一向从事宝媒 拉仙 甚至充当皮条客的王婆 顿时就萌生出了歹毒的想法 为此他主动靠近潘金莲 进行虚寒温暖 两个人的关系也迅速走近 潘金莲开始称呼王婆为王甘娘 在这位甘娘的不懈努力之下 潘金莲的内心出现了骚动 加之 平时油盐酱醋茶的贫苦生活 使得他与五大郎的夫妻关系直线恶化 即便如此 潘金莲也依然固守着自己的底线 并没有背叛过五大郎 直到一个人的出现 这个人就是五大郎的弟弟 五二郎 五松 他彻底改变了潘金莲的命运 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 五大郎和五松是亲兄弟 但一个起手无比 性情窝囊 而另一个却是高大威猛 英俊潇洒 简直充满了潘金莲 对于男性的所有幻想 毫无疑问 从第一次见面开始 潘金莲就开始 深深地迷恋上了自己的小叔子 潘金莲开始有意试探五松 先是询问五松的住处 后有鼓动五大郎 主动邀请小叔子来家中居住 以增加自己和五松的接触机会 接着他又开始询问五松的年龄和妻事 得知五松既没有妻小 还比自己年长几岁 潘金莲的爱慕之情就更胜了 在水浒传第24回中这样描述 那夫人暖了一珠子酒 来到房里 一只手拿着柱子 一只手便去五松肩甲上捏了一下 说道叔叔只穿这些衣裳不冷 作为一个习武之人 五松在处理这些人情事故方面 显得非常生疏 尽管他早就发现了潘金莲 对于自己的好感 但却没有及时有效的制止 或者说他不知道该如何制止 正是他这种欲举还饮的态度 反而给潘金莲留下了无限的遐想 甚至纵容了他的进一步行动 于是才有了金莲系五松的情节 潘金莲趁五男郎不在家时 安排自己和五松两个人单独进餐 习先甚至还有意挑逗五松 据《水浒传》中这样描述 你若有心吃我这半盏残酒 面对此情此景 五松再也不能含糊其次了 索性一把推开潘金莲 说道 嫂嫂修要这般不识廉耻 为此等的勾当 唐有些风吹草动 我而言里认的是嫂嫂 拳头却不认的是嫂嫂 再来修耀嫩地 被五松如此义正言辞的回绝和责辱后 潘金莲彻底走向了无尽的深渊 生活已经破灭 就连憧憬的爱情也荡然无存 在王婆的牵线搭桥之下 他很快就与西门庆勾搭成奸 事发被五大郎撞见之后 索性还毒死了自己的丈夫 但在这件事情上 五松似乎没有过错 但是如果他在发现苗途不对时 能够及时制止潘金莲的胡思乱想 而且讲究一些方式方法的话 相信最后的结局会有所不同 最起码五大郎不会死 潘金莲不会死 五松自己也不会杀人入狱 我们也不会有大郎该起来喝药了的梗 石乃安对于潘金莲的人物刻画无疑是成功的 那么有人可能会问 潘金莲是完全虚构的人物呢 还是历史上确有其人 答案是肯定的 历史上还真就有潘金莲这个人物 真实的存在过 而且就连他的丈夫五大郎 也是真实存在过的 真实的潘金莲并非丫鬟出身 而是知州家的千金小姐 从较就心情温和 知书达理 而真实的五大郎名叫伍植 是山东省清河县五家村人 他虽然出身贫寒 但却聪颖过人 考中进士后还担任过杨古县的县令 本人不仅身高伟岸 而且伟观清廉 颇有政绩 与《水户传》中的描写完全不同 据历史记载 伍植和潘金莲二人 竟有媒妁之言撮合 一生相敬如兵 西夏共遇有四字 夫妇二人在当地很有名望 至今仍然建有祠堂供奉 那么石奈安 为何会在《水户传》中 大肆抹黑这样一对逼人呢 武职由于家境贫寒 虽然苦读师叔 但却无力参加科考 幸得好友黄唐资助 他才考取了这功名 后来还出任了县令 不过这位黄敬好友 自己却逐渐家道中落 无奈之下 希望投靠武职后的某个官职 但是不曾想到 武职只愿意负责他的金钱两米 却不愿为他许私谋官 黄唐认为 武职乃忘恩负义之徒 所幸不死而别了 之后他更是互编乱造 编辑了许多的小故事 来污蔑和诋毁武职夫妇 就这样 武职和潘金莲的美好形象 被他毁于一旦 受则波及 就连潘 武 两姓 也都在当地互不通婚 当时正在编写《水户传》的石南安 听闻了这段故事 就将武大郎和潘金莲的丑闻 进行了艺术的再加工 进一步加速了这些故事的流传 视频 当时是那个